230 信報財經新聞,澳元再射穿六算六年低邦夫G或下市七十二美先不宜撈底 2015年7月4日財經A04澳元對美元及港元週五同創六年新低 其中澳元對港元再跌穿六算,主要受澳洲零售數據欠佳 中國內地經濟下限、鐵礦石價格下跌等因素影響 市場人士認為在希臘營存在脫鉤陰賣及美國加息壓力下 澳元對美元下半年或會下市七十二至七十三美先 暫形非給納普園的適當時後 鐵礦跌價等三因素拖累澳洲零售數據表現順於預期 加上中國經濟數據疲弱,鐵礦價格也錄得如兩個月內最大跌幅 澳元對美元將跌百分之一點五至七十五點一一美先 是2009年5月以來最低水平,連跌三天 是一個月內最長的下跌期,中段跌百分之一點一 報七十五點一七美先 RedBank高級外恆逸五福利 以Jane Feuille預測,澳元中期將下市七十二美先 澳元對港元的百分之一點四一,報五點八三三五港元 澳洲五月零售銷售近升百分之零點三 低於市場預期的百分之零點五 四月的數字經修訂後下跌百分之零點一 四十一個月來首次下跌,赴運至中國的鐵礦石價格也低見每噸55.8美元 為四月以來最低 另外,中國服務業數據疲約令人擔心當地經濟前景 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在經濟未成功轉型前,澳元將繼續受到中國經濟狀況左右 增立災廠A務首席分析員溫冊培指出,鐵礦石價格大跌 週四下錯6%,每噸跌穿60美元 是導致澳元疲弱的原因之一 東亞銀行00023貨幣及利率交易部高級市場分析員賴春梅 澳元週五沽壓較大,除內地經濟增長持續減慢 影響對商品需求,間接對澳洲出口及經濟帶來影響外 澳洲行章意識,儘管市場估計利率維持不變 約以息後聲明反映維持寬鬆貨幣政策 意味俗有減息機會,將利淡澳元,令澳元有下跌壓力 他指出,由於澳洲本身經濟未算理想 內地經濟下限,美國年底前劃會加息,及澳元利率低企 澳元下半年劃會下市72至73美元 暫未試買澳元時候 溫卓培液說,若希臘公投不接受債權人方案 希臘可能脫鉤,金融市場必有震盪 澳元料會下錯,一旦跌穿75美元支持位 跌勢可能加劇,若公投接受債權人方案 澳元劃略反彈,衛星幅不會太大 有零售銀行主管指出,現時澳元以非高息貨幣 且仍有下跌可能,暫未見客戶有大量兌換澳元需求 財經澳元在石川六孫六年低邦夫G或下市72美元 不宜撈底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